接下来这一篇呢就是从北方真武为将帅这边开始 一直到保佑弥勒去成功 那这里面呢清廉昏华显神通 扯起造于遮日夜头顶身落起保信 这个遮日夜就是暗无天日 威震北方为赛首肃清诸二挂甲兵 搭救援人相额里火光落地挖为尘 这很可怕的 你看到火光大地一下子万物都化为尘土 那个可怕的程度 四海龙王来驻到各家祥阴去腾空 龙王管的是下瘾 所以就下了一场大瘾 把这个灾结结束 使放天兵赴佛驾 保佑弥勒其成功 所以我们上一次谈的就是 经由白羊天使弥勒见鼠的努力 成功晚化结束 人类免于刚风节的刷洗 直接呢进入了人间净土 大同理想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也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个努力 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信子实戒里面讲 黑七七四十九天暗无天日 感觉上好像将来宿命一样 一定会这样子吗 其实上天它是人还是最重要的 最后的未来决定者 所以如果透过我们人本身的努力 也就是白羊天使啊 米勒见鼠的努力 那当然这个大灾结不见得会来 也就是说不一定真的需要经过大灾结的刷洗 才能进入人间净土 直接靠我们的努力 说不定晚化结束 净土就来了 那当然这是最理想的 可是呢 众生的贡业啊 有时候很可怕啦 贡业如果成熟了 业的力量太大了 我们的力量有限 院的力量有限 业的力量太大 所以就会来到今天我们要谈的 保佑米勒去成功的这个部分 经由大灾结的刷洗 刚风 很少世间 人类十分剩三分 进入大结醒的时期 经过大灾结当然要大结醒 什么叫做大灾结大结醒 就是说 这场大灾结当然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好 好 因为这个大灾结刷洗之后 留下来的人 就会知道这个 人如果不相信相爱 人如果不晓得要修 人如果 还是一样打打杀杀 那人类还会第二 还会再一次的灭亡 好 大灾结还会再一次的来 好 所以这种大觉醒的意思就是说 人类开始晓得要修 然后呢 彼此相心相爱 不要分你我彼此 那这个世间就会变成很美好的 叫做 新天新地 人间净土 好 好 那米勒真经 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规划了 两种可能性 叫做两套巨人 今天如果说只有一种情况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人也不用努力了 反正迟早大灾结要来嘛 那一定是要经过大灾结刷洗之后 那人类才有觉醒的时候 如果这样想 那没什么好努力的那种感觉 所以后学的感觉是上天给我们人一个最大的可能 也就是说 百洋天使 米勒建署可以透过努力来晚化结束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而且做到了 那太有意义太有价值 太伟大了太可贵了 也就是说 这个救世主 做了一个救世主 这样子 不过这个救世主是一群人 很多很多人一起努力 不是谁 不是你 也不是我一个人 有办法 是大家一起变成了救世主 我们的百洋建署 米勒建署 百洋天使 米勒建署 都变成了救世主 来努力 晚化结束 好 所以我们了解了 这个整个米勒真经的规划 因为前面 是已经发生过的 但是呢 它也是先说后应 因为民国15年以后 发生的事情都在 米勒真经的规划里头 然后米勒真经 从现在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米勒真经里头也有讲 那前面如果讲的都对 那后面讲的难道会错吗 而且它一开始就告诉你 佛说 佛所说的话是圣言量 圣言量也不会骗 不会骗人 所以这个 我们先了解这一点 好 这个就是第二个可能性 北方真武为将帅 今天我要先神通 好 那 那 讲到这里呢 当然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 也叫做末节年 末节 怎么来的呢 末节是佛法里面讲的 正法 相法 末法 所以叫做末节年 末节 那 在这个末节年呢 他有个特征就是 道节病降 道呢 也会比以往来的 更直接 更大的一个 那一种 叫做 大道普渡 叫做普渡 以前呢 以前灾节少的时候 道只能单传独秀 现在灾节多了 灾节大了 所以它也大开普渡 这是这一次 我们说道节病降 就是道呢 旧节而来嘛 道旧节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 它也会有 米勒会再来 为了大旧香而你 所以这个末法 基本上呢 在佛经里头 是有这样的比喻 就说 在末法时期 第一种跟第四种人 特别多 就是末法时期最多的是 尤其第四等的众生 那些呢 就完全不相信科学 不相信宗教 只相信看得见的 以为科学可以主宰一切 好 然后 不信因果 你跟他讲道理 那听不进去 那我们先看看这四种人 第一种是 以故见边淫 睡之七尺 而不带边之加深 这种人非常自动自华 就好像求得到之后 马上知道 修知道办 就像那匹马 他很聪明 他看到主人拿起鞭子 还没打 他就知道要走了 这样子 那第二种呢 是稍稍的 轻拙毛尾 打到他尾巴上面的毛 打到尾巴上面的毛 当然不会痛 可是呢 他有感觉 感觉 他就走了 他就就就就晓得要修要办 那第三等呢 第三等 打到皮肤上了 打到身体了 第二种是打到毛 就知道要走 第三种是打到身体了 他就会知道走 那这个叫做小青 小青就是 又更进一步的 灾结 已经让你看得到了 各种的灾结让你看得到 各种的苦难都已经来了 灾结都来了 那他晓得走 第四种是灾结都发生了 他还不晓得走 必带铁锥赤骨伤身 方肯着陆 这个因为灾结来自己都受伤了 他还不肯走 好不容易 这个活过来了 没有招结 他还不晓得要修 所以这个 这个第四等就是 被打了 皮肤都裂开了 都溅到骨头了 这样子 他还不晓得走 你看到最后才到 很痛很痛 他才想着走 这有点像不见黄河 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流泪 那样的 这个第四等的众生 就是末法时期 这种特别多 所以众生难度 但是末法时期 第一等也特别多 这些叫做白羊天使 所以会形成明显的对比 明显的对比 就是花心修办的人 会特别有心 因为看到这个灾结 而且他了解到 整个天使很紧急 所以呢到处疾呼啊 希望能够赶快救众生啊 脱苦海啊 然后能够超生鸟食啊 得寿明狮子 所以到处疾呼 可是呢 偏偏就有很多像第四等 这种众生 嗤之以鼻 你怎么讲怎么说 他都不管你 甚至笑你 不笑不足以为道也 这文 听到人家讲道 就大笑之 这个笑就有点说 蛤 这是什么科学时代 这是什么时代 还在讲这些迷信的东西 他就把它归为迷信 其实自己迷信 自己迷信科学 好 所以 我们说现在是末华 其实 佛入灭后 五百年是叫做正华 那正华后一千年叫做向华 向华后一万年就是末华 那 我们现在就按照佛华分歧 现在就是进入末华时期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经文 这个北方真五为降帅 这个降帅就是由他来主导 这个整个天地 归为北方所主导 你知道北方什么意思呢 北方就是收树的意思 用春夏秋冬来形容 一个文明的兴起在东方 兴盛于西方 应该说人类的文明 起于东方 盛于西方 收于南方 结于北方 这有点像一个循环 沉住坏空的循环 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 吹北风 大地就开始进入冬天 有时候下雪啊 天气寒冷 大地一片白茫茫 那个进入了冬季 就冬眠了 看不到一个任何生物 所以那个是一个收树 好像沉住坏空的空 这个叫做北方真武为降帅 这整个天地的气寿进入了 以北方为主导 然后呢 如果是北方的话 叫做真武大地 北方真武大地为降帅为主导 就代表说天地要收树了 这个时候呢 天灾地变必然很多 所以我们称为末节年 末节年的景象呢 就是整个天地啊 天灾地变特别多 很多天灾地变都跟人类的共业有关 那这里呢 讲说青脸红华显神通 青脸红华这绝对不是什么 像菩萨那么慈悲的先佛 它是要来毁灭天地 所以很可怕的样子 脸是青色的 头发是红的 青脸红华 所以有时候在马路上看到有人把头发染成红的 或是染成青脸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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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这种很可怕的天地的 要来收树的神 其实讲到这里 人类以前也发生过灭绝 灭绝的意思就是 生物死掉大半 几乎死光这样子 生物大灭绝 总共有五次 那现在呢 如果有 就变成第六次 第六次是人类的大灭绝 前面几次都不是 人是到最后一次 第六次 等于说第五次大灭绝完后 人才出来 所以 等于说我们 进入了这个末节年 就是要担心 要害怕的就是真的 天地 人类要来一个大毁灭 那就麻烦了 不过这个大毁灭也是因为人造成的 自己共业所形成的 那 如果按照白羊旗的规划 那就算它要花生 应该也要 在一万零八百年 这个白羊旗过完 等于说以现在 白羊 第一百一十六年 那等于说它还有 还有将近一万零七百年 那 如果现在就 大灾结就来了 那 我们还要救救六一元佛子 我们还需要很多时间 因为现在 大概 只有几千万 有在修有在办的白羊地址 有在修有在办的白羊旨 大概几千万 那距离七十亿 那还 久得很 那我们至少还要更多的时间 因为青羊红羊各三千年 它是为白羊做准备 所以白羊的时间特别长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 那 度化回去的 那 救回去的特别多 前面各两亿 我们这边就要救 九六亿 九六亿 当然包括之前的四亿 但是四亿都下来帮忙了 所以加起来还是九二亿 九六亿 好 所以讲到这个大灭绝 就是这个单元所会谈到的 火光落地化为尘 就是一个核子大战 你看到那个光 那个光是太阳表面的热度 多可怕 当一个核子弹爆炸的时候 那个是非常可怕 核子大战 有没有可能发生 苏联呢 在最近几年又重启 重启 应该说俄罗斯 苏联垮垮掉了 俄罗斯重启 末日核弹计划 末日核弹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核子弹只要一颗就可以把地球毁灭 叫做末日核弹 那以前苏联的时候就有这个计划 要造一个爆炸威力足以 用一颗就可以毁灭全地球的 这样子的核子大战 一旦爆发 它只要一颗就够了 地球就毁灭 后来停了 现在又恢复了 那 人家就问 苏联为什么要恢复这个末日核弹 他说 我是要用来 嚇阻 嚇阻人家来打我 你敢来打我 我就跟你同归一进 这样子 可是这个核子大战可怕的地方是在哪里 很多 最厉害的杀人武器都是电脑在管理 那有一天如果电脑出了问题 电脑帮你按下去 那这些核子武器自动发射 那不是人的意思 而是电脑的意思 那你就太可怕 因为电脑不怕核子层 机器人不怕核子层 人会怕核子层 所以 那个是电影情节 你说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好 扯起照旗 遮日夜 头顶身罗其宝 行路按照米勒神经这边讲的 就真的发生了 才会有这个现象 叫做遮天闭日 照旗就是很大很大一面旗 遮日夜 日夜无光 太阳跟月亮的光都照不进来 好 这种日夜无光呢 那 为什么会发生 遮日夜 意思是说 天灾地变 这种可怕的景象 为什么会发生 应该不是自己天灾的 而是人所造成的 人 为什么会造成 这个应该就是跟核子弹有关 核子大战 为什么说会遮天避日 因为根据核子弹 它爆炸的时候 由于中心点是一个 很 很高很高的温度 那个温度呢 相当于太阳表面 大概一亿度吧 那么高的温度 那什么东西都被烧光了嘛 那而且它爆炸的正波 第一 第一个正波是爆炸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火光起来吧 把空气都烧光了 变成真空 那真空的眼里 就是两边会挤进来 四面包包会挤进来 挤进来呢 就会往上冲 于是你就看到了 像香菇的一朵 那种续状云就起来了 那续状云就很可怕了 遮天避日 因为所有的那些尘埃 燃烧起来的那些灰尘 那些烟 熔烟 通通会把 天空给遮住了 这个时候呢 看不到太阳 也看不到月亮 会变成什么 以前中式九十分钟 它播出的 这个模拟 电脑模拟 核战爆发的结果 它的第一期叫做燃烧地球 第二期叫做冰冻地球 燃烧地球 就是因为 这核战啊 那个爆炸的温度太高了 像太阳表面嘛 什么东西都会烧起来 烧起来之后 就会 遮天避日 整个都是灰嘛 烟啊 农烟啊 在后面 然后 烧烧烧烧的 烧得 满个天空都是烏烟 遮天避日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 冰冻地球 冰冻地球是什么意思 因为阳光射不进来 所以地球的表面就变得很寒冷 冷到零下五十度 那太可怕了 所有的 当这种战争一旦发生呢 电也没了 阳光也没了 就黑漆漆了 那 人在这种情况要撑多久呢 性子实际讲说 要有四十九天 一个多夜 那时候 那时候 中士九十分钟 在报道的时候 也说大概一个半夜 冰冻地球 会有一个半夜 好 我们看看 这边就有讲 圣经启示录 它说此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 正在 站在地的四角 指掌 地上 四方的风 这个叫什么呢 四方的风 就是你写一个四 四方就是写个四 再写个正 旁边再写个风 那就是说钢风 四方的风就是钢风 好 然后 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跟树上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这位天使呢 从日出之地上来 谁会从日出之地上来 就是火精子 火精子是谁 激光 激光佛佛 拿着永生神的印 我们今天求到 明思一点那个地方 就会有点亮光 那个就是 永生的印 做了印记 明思一点帮我们开启 就等于印记 他向着那 得着全品能伤害地和海 的四位天使 四位天使非常厉害 连地跟海都可以 把它化为乌有一样 会伤害 然后大声喊着 地 与 海 并 树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 印了 我们 众仆人的额 所以你看 印 这个印记 印在哪里 印在额头 额头就明思一点那个地方 好 这也在告诉我们说 将来如果真的灾结来了 我们的责任很重 因为我们 就是要担任那个 也叫做头顶身裸七宝星 要来救 搭救颜人相额里的 那一个 白阳天使 好 所以先看看 各种各种的灾结 在二十世纪特别多 到二十一世纪一样还是有 像最近的瘟疫 都是很可怕的 这边就讲到刀兵火劫 从民国十五年 米勒神经问世之后 先是有十九年的中原大战 就死了将近百万 在中国 然后二十年的九一八是东北 沦陷 一二八上海 二十六是独沟桥对峙抗战 死了三千万人 这个是在中华大帝也有 其他地方 一世大战二世大战 死了更多人 但是这种刀兵火劫 是弘扬旗的特色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 皇母信实践里面就讲到说 将来末日灾结如果真的来了 你看 最怕这水火风刷洗全球 黑漆漆四十九乌有日夜 开地府换鬼分 其把命勾 黑生生 黑漆漆阴生生寒冠满事 乞讨在命还命 再将钱凑 好你看 这里黑漆漆四十九 这种冰冻的地球 暗无日夜 日夜无光 整个黑暗大地 四十九天 那多可怕 人 处在这种情况下 能活得下来吗 所以 一旦 发生了可怕的灾结 先我告诉我们 要去找云层避难 云层分两种 一种在天上的 一种在人间的 一种在天上的 我们先讲一下人间的 人间就是佛堂 所以 一旦灾结如果来了 我们一定要 找到佛堂可以避难 你说家里没开佛堂 但是我有长祭佛堂 所以知道哪边有佛堂 那当然OK啦 那无论如何 赶快跑去 留在家里就很难喔 因为接下来没有电 没有水 连空气都有毒 也不能出气 吃的东西 恐怕也撑不了四十九天 很快就吃完 没水喝 没东西吃 你说活得下来吗 又不能出去 因为外面都是核子层 所以 一定要跑到佛堂去 为什么一定要去佛堂 因为佛堂至少 佛灯可以点亮 所以为什么佛灯要用油 油灯 不是插电 当年大道传来台湾的时候 人家就说 现在都用电灯了 你还要用油灯 一直到现在 你看 还不是在用油灯 因为佛灯的特色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有用意的喔 将来如果真的大灾节来了 你还得要靠这个油灯 点油的灯 才有办法 延续那个光明 而且 人积极在佛堂 有那个热度 有温度 外面算很冷 另外呢 佛灯点亮 那种温暖的感觉 母光 然后母灯的持光笼罩 整个佛堂 其实这个时候 就算没求到人也会求到 那大家都不能去哪里 因为出不去嘛 出不去的情况下 就只有 就49天都在佛堂开班 就只能在云城避难 在云城就是佛堂 佛堂避难 经过49天开班出来 你想想看 他不发心才怪 所以 如果真的大灾节来了 就算他没求到 家里人 或是朋友 知道 赶快带到佛堂一起去 躲劫避难 好 所以 这个 当然我们不希望大灾节真的 就这样来 那都可怕 十分会死掉七分 好 刚说云城有两种 一种是在天上的 天上的云城呢 为什么天上也有个云城 因为 如果人间 大灾节真的来了 你看一个末日核弹 刚好丢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那这个城市可能几百万人 每一个可以幸免 那你说 我的佛堂刚好开在这里 这个城市里面 那仙活怎么没有保佑我 其实 人 这个肉身毕竟是在物质界 你再怎么厉害 一个核子弹这么厉害的东西来了 所有东西都毁灭 都火光落地化回城 我们这个肉体还有可能在吗 这叫顶节 顶节 没关系 就会到天上的云城去报道 天上的云城报道啊 就有诸佛菩萨来 带着我们 然后先核对一下 为什么核对 因为 哪知道这些是不是 是民事的地址 这一定得要核对一下 三宝 还有各方面 那最后再由老师带着这些 顶节的白羊天使 回去老母的顾驾乡 里天 好 回去我们的顾驾乡里天 所以天上有一个云城 人间也有云城 我们希望 大家可以来的时候 我们是留下来的那一群 当作新天新地的人种 还是我们就借这个机会 就回去啦 回去想万八年清福啦 就回里天去 其实都交给上天安排吧 我们也不用太过于那个啦 如果留下来的 也要做很多的事 这些留下来的白羊天使 叫做头顶身罗七宝星的人 七宝星就是灿烂 无量光明非常灿烂的七宝星 听说这个是龙王的龙珠 就是七宝星 那头顶 为什么头顶着七宝星 因为明十一点 开启玄关自信保障 那一颗摩尼宝珠被点亮了 那就放出七彩光 所以明十一点 那个地方会有点亮光 那其实那是无量的光明 跟智慧的表征 末日的时候只有头顶上有印记的人 也就是头顶身罗七宝星的人 成为苦难众生的明灯 这里的身罗有点告诉我们说 嗯 在黑暗中的光明的意思 刚刚现实界里面不是讲吗 阴深深寒光四射 那大地无光的时候 那外面也很危险啊 但是明十一点 这个地方就会放光啊 放光 头顶身罗七宝星 这个在黑暗中的光明 那就成了苦难众生的明灯 其实他这边在讲什么呢 就讲这些留下来的白杨天使啊 所以黑暗中的光明 留下来的一定有用意 顶节的呢 也不用难过 顶节就回去告老还乡啊 因为核子弹掉下来 就掉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上空 那当然没办法啦 随顺阴眼吧 啊 也子弹都没有丢过来 只是昏天暗地 遮住了这个天空 那也进入黑漆漆四十九天 没关系 这也是上天的用意 那我们就在佛堂好好的守住 然后搭救元人相额里 让很多有元人进来佛堂里面 云城避难 这个是留下来的 白杨天使所做的伟大工作 为新天新地留下人种 留多少呢 留十分之三 好讲到这里呢 大家不妨算一算 现在前 前求有七十亿 十分之三是多少 三七二十一 二十一亿 请问我们现在的佛堂 连大庙算进去好了 够不够装二十一亿 跟你讲绝对不够 你说台湾也许佛堂稍微多一点 海外 尤其欧洲国家 那个佛堂树根本不够装 你要总共要装二十一亿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凭这一点 后学的感觉是 大灾节没有那么快来 它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时间意思是说 如果真的这个大灾节要来的话 也要有更多的佛堂 因为 两千年的时候 两千年 总会的统计说 全球有三千万 其实这个三千万 不算多 因为 师尊老大人在大陆办到 到了民国三十六年 他回天的 1947年那个时代 前大陆有三千万 这个是怎么算的 这是根据那个方志里头的公安部 他们留下来的记录 因为他都要每个人出来承认 然后你就 只要你承认之后开灾 你就没罪 这样子 等于说 自首无罪 所以大家都要出来登记 每次来登记被知道了 那就抓起枪笔了 很可怕 所以总共出来登记 到最后大概三千万 两千年的时候也是三千万 你说 哇 那 还经过那么久 下一个两千万 我觉得应该很快 再来 可能会更快 三千万 会更快 只是现在 可能还有一段路 至少我们的佛塔没那么多 要装二十一亿还很多很多 所以凭这一点 大家要赶快努力 另外就是说 上天会给我们一些时间的 一定会给我们时间 因为按照米勒正经这样的说法 如果明天末日灾节就来了 那 我们能够带多少 严太佛子回去啊 只有带几千万呢 两三千万回去 不见得两三千万都回得了 这样子老母 一定 老母的期待是九六一都回来 那老母一定很伤心难过 啊怎么带那么少 所以 上天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不然就要说我们的努力 也许在我们这一代 也许在我们下一代 还要继续努力 没那么快 还有很长的时间要办 好 威正北方为帅首 肃清诸二挂甲兵 现在就开始讲到那个 米勒在大灾节来的时候 他也会来 而且他来 他是比那个北方真武大帝 还要更高的一个统帅 他虽然有点像化身北方真武大帝 但是呢 他是最高的那个统帅 为什么 因为前面讲要来毁灭天地的那个 北方真武为将帅 但是呢 这边呢 为帅首 你看 所有的将帅当中 最高最高的那个首领 而且他是威正北方 这个就是米勒 这就是米勒 所以米勒是 所有这些北方真武大帝 北方真武大帝 可能好几个好几个啦 因为天地这么大 然后他是最高的那个 最高统帅 为帅首 那 所以 他呢 奉命要来搭救猿人 众而你 其实米勒会来 按照佛经记载 是人间净土实现 其实 按照我们道场的说法 米勒会来 大灾节来的时候 他也会来 人间净土实现的时候 他也会来 大灾节来的时候 是要来 道节并将 要来搭救相额女 好 所以 米勒来呢 不只搭救相额女 他还让世间变成一个新天新地 肃清诸儿 肃清诸儿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 都给收杀了 然后人间不好的全部去掉了 不论有形无形的 一力都要大清算 好的留下来 不好的就给你毁灭掉 这样子 饿的坏的 就来收杀 米勒这个时候来度化幕后众生 肃清诸儿之后 挂甲兵 挂甲兵的意思就是 武器就是甲兵了 这武器都挂着不用用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 人类经过大灾节 终于觉醒 觉醒的意思说 不要再打打杀杀 既然没有打打杀杀 大家和平相处 那还要带着这些武器干嘛 不需要了 所以一个社会如果不安定 人就恐惧 就招不惜 保戏 他就去买武器 买枪 买各种的武器 放在家里面 一有一点点 外面的风吹草动 他就以为人家亲进来 就拿来 就打下去 就误伤了一个小孩 这还发生在美国 所以 各种的刀兵节 带来的苦难 到这个时候都会 放下 一粒放下 挂甲兵 就是一切都平息了 武器弹药都不会再用了 因为 太可怕了 一个按钮按下去 人类差一点 整个毁灭掉 还好留下了三分 那留下三分 还在用武器打打打 打打杀杀那不是 太糟糕了 那一定 人类要变得很和平 相处 然后呢 人类就像一个大同理想的社会一样 好 所以 搭救援人 相和你 我跟陆地画为成 所以 这个时候呢 等于 所有的这一些 老祖师 老祖师 他会带领很多很多的 道劫病匠 就我们刚刚讲的 头领 神罗 西宝星 这些等等 都会下来 一起 然后 然后 连同 在佛堂里面的 这一些 求过道的 还有这一些 白羊天使 明乐见所 大家一起 搭救援人 相和你 为什么 因为很可怕的 就是火光落地化为成 来我们看看 拯救援胎佛子 在末节期 善恶要分班 上天降道 降这个道呢 就 言相和你 同时也降劫 收煞诸恶 道劫病降 劫是要干嘛 劫是要 收煞诸恶的意思 那 相和你呢 指的就是 这些来自理天的 言太佛子 流露在人间 那这些呢 相和你 言太佛子的意思 他流露人间六万年 从要 末后了 就要回去理天的故家乡 那所以 搭救援人 相和你 就我们刚讲的 云尘避难 尤其火光落地化为成的时候 会有黑漆漆四十九天 那 头顶身罗七宝星的这些 就是要来搭救相和你的 所以怎么救呢 就是要赶快找佛堂 云尘避难 万一不幸 云尘 天上也有一个 但是那个是顶结 顶结之后去那边报道 那如果要留下来当天地 下一个种子的 下一个接下来的天地 新天新地的人种的话 那你就要赶快找到 这个佛堂可以避难的地方 很重要 这个是 搭救相和你 就这些头顶身罗七宝星的要来做 搭救相和你的工作 好 那 其实我们这个时期呢 不只是搭救人间的 连天上的跟地府的三朝普渡 三朝普渡就是三期末节年的特色 那地府幽名鬼魂也是靠 人间的善男性里的子孙 求得到最后再修 那他们当然也可以沾光 一起同修 然后 和和星斗 这一些七天仙呢 如果找到有缘人 愿意 当他的饮宝 然后呢 做一些功德给他 但是通常 拿的功德会都会很多 要抄霸 这叫抄霸 这些 度七天仙 那个是比较难的 通常都是前人在世的时候 以前祖师 师兄师母在世的时候可以 现在点传师这个成绩都不够了 因为七天仙很难 不容易 上渡和恩西斗 下渡幽名鬼魂 刚刚有讲了 这个就是 就是 靠人间善然性里 就这一些 在世的子孙 有在修 有在办的 那九贤七族都可以沾光 所以 有时候我们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九贤七族也跟着一起上 一起成长 就这个意思 同修同伴 开佛堂他们也可以沾光 所以讲到搭救原人相额里 在什么时候呢 在末日灾节来的时候 这些头领身罗七宝星的人 要出来搭救香额里 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这些末日灾节 末日灾节就是 天地要收住 沉住坏空的空 这个阶段的时候 先佛曾经在海外开办的时候 献出末日景象 给班员看 叫现场把灯关掉 看着墙壁 那个听说很震撼 然后那个信文有留下来 讲得非常清楚 看得现出来的真的是很可怕 那里面有写 那重点是说 就讲到云层避难 就是末日灾节来的时候 云层避难的问题 所以末日灾节如果真来了 当然也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那我们比较希望呢 应该是说靠我们的努力 然后晚话结束 不要真的有末日灾节 那就太可怕了 那末日灾节如果真的来了 那个也叫做善恶分班 因为上天道节病降 降节收杀恶人 降到救严胎父子 好 末日灾节来的情况 就是这一句 叫做火光落地 化尾尘 有人解释说 这个火光落地化尾尘 是不是一颗很大的陨石 或者是小行星 然后撞到地球 变成火光落地化尾尘 因为之前恐龙就是这样灭绝的 不过这里呢 火光落地化尾尘 比较可能的是 核战危机 核子大战一旦爆发 那真的就是 火光落地化尾尘 那个爆炸的威力 核弹爆炸威力 比炎子弹大太多了 尤其那个刚刚讲的末日核弹 那一颗就可以把地球毁灭 你可以知道 所以 这种末日啊 末日景象 最好真的不要发生 那 那我们宁可相信 信实界是在警惕我们 然后要懂得网话结束 那我们相信米勒曾经讲的两套 未来发展的路 路向 应该是第一个 比较有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嘛 网话结束嘛 这样子 那我们的努力 靠我们 好 所以刚刚讲到说 核战爆发 人类的地球 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就会燃烧起来 进入 遮天蔽日 因为火光 落地 化为尘 一切都变成 哇 整个大地 化为尘土 你看到火光 化为尘土 不知道它威力很大很大 好 遮天蔽日 黑漆漆49天 暗如天日 这样子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最后要靠 什么来解决呢 靠下大雨 所以四海龙王来驻到 各家小人去腾空 就这个意思 四海龙王是管大海的水 我们地球有十分之七的水 所以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海龙王都来驻 就是米勒祖师 伴末后收盐 四海龙王来驻到 那又怎么来驻 就降大雨 那因为天地黑漆漆 四十九天 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靠这个仪水来刷洗 仪水刷洗完就是来到一个新天新地 那因为把那个核子尘啊 污染啊 那个灰尘啊 通通通通通通借着以水冲刷掉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重新看得到阳光 地球重新又接受阳光普照 万物又开始了 深深不息 但是呢 已经很多生物大概都灭绝了 因为四十九天没照到阳光 很多几乎都灭绝了 所以各驾祥云去腾空 这就是四海龙王显神通 显神通是用四海的水来刷洗 大地 让灾结后的大地 恢复新天新地的景象 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雨要下好几天 才刷洗的干净 这个想起来也比较有可能啊 就是说如果遮天闭日 整个空气都有毒 都有核子尘 那你没有用水刷洗的话 没有下大雨来刷洗的话 那空气 没办法去掉这些 有毒害的东西 你看哦 大家听过雾霾嘛 你想想 从北方甚至从北京 从外蒙古 飘飘飘到台湾来耶 那天空就灰蒙蒙的 刚好下午呢 一场雷震雨 下下来之后 天空就清了 因为那些雾霾呢 就借着雨水冲刷到 到地面了 那个空气就变得很清新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空气当中 有那个核子尘 的污染 各种的污染 有毒啊 那你不能出去 可是下大雨之后 空气就变干净了 所以十方天兵护佛驾 保佑弥勒去成功 所以 道劫病将嘛 所以弥勒在这个时候呢 那些白羊天使 就是头顶身罗七宝星的 这些白羊天使 然后呢 辅助弥勒 保佑弥勒 去成功 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老祖师当然也会再来 大救相额里 那而且不止这样 还有十方天兵来护佛驾 十方呢 就是东西南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上下 四面八方的意思 各种的天兵天将 都来扶持 敏勒祖师 有可能 是在 这个大灾结完后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老祖师 因为人间净土实现了嘛 那老祖师当然要来了 那开龙华三会 人间净土 就是他下身的条件 他来的条件 这个叫做米勒搜缘 所以白羊旗 米勒祖师应应掌天盘 礼礼道庄将士 办末后大搜缘 前面已经有十三次了 所以末后米勒下身地球 将建设地球成为人间净土 根据米勒三经的记载 米勒再来下身的时候 是人间净土实现的时候 所以有人说他就是米勒 甚至在报纸上登 道号米勒 暗示他就是米勒再来 都是假的 要注意 真的米勒来 不会告诉你他是米勒 只有假米勒 才会怕你不知道他是米勒来 才会对外讲 跟人家讲他是米勒 这样子 所以那些过期现在未来 得道修道成道的修行者 包括你我 都将和米勒祖师一同下身 凯隆华三会 不是只有留在那个时代的人 而是所有回去的 回礼天的 还有以前修回去了 还有现在修回去了 以及未来修回去了 通通都会来 一起开 龙华大会 那这就讲到说 末华时期的修行华门 那清阳弘阳的修行方式 跟白阳是不一样 他们清阳弘阳是深山古洞修 寺庙道灌修 那我们是在家修不一样 在家修最重要就是要修到 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所以要从生活当中去落实 不一定寺庙道观才有道 最厉害的人是 生活 就有道 不需要跑到佛堂 或寺庙道观才有道 他的每天一言一行 一起一动都有道 这就是老祖师的法相 老祖师呢 他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慈性三美 展现太和 满腔欢喜嘛 所以我们要学习老祖师那种 孝开天下古今仇的那种慈爱 因为给众生慈悲 给众生慈爱 就是慈悲就是给众生快乐 那这种就是慈心的展现 不能够因为各种的考验 或是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不给人家那一种慈悲 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们还是要对人家好 那个叫慈心三美 还有度大能容 宽大包容 展现太和 未来的 新天新地 就是说 经过大灾节的刷洗 人都晓得要修 米勒祖师的慈心三昧 修米勒的太和 度大能容 仪式新天新地来了 海洋缩减 大地平整 长满柔软清草 风调已顺无天灾 树很高 花果很多吃不完 古物丰盛 衣服长在树上任人其用 就是因为 如果这个时代的人都晓得修 那每个人 你要有机会修 恐怕没那么简单 大家都要修嘛 都要修功德嘛 所以有钱人呢 就想说 那我去做一些衣服 挂在树上 如果人家 愿意启用 我就有功德 所以树上 不只树上有衣服 路边也有面包可以吃 也有水可以喝 所有东西都免费 而且你用了之后 他还会谢谢你 因为这样子 他可以行功利得 然后到处 充满美丽的花鸟 人类的社会没有好坏 没有恶人 只有好人 人人相貌端正 精神体力充沛 人人平等 高矮一样 官吏一致 没有贪欲 称慧一致 贪真是都没了 以言统一 相处愉快 没有纷争 五百次才结婚 因为至少活两千岁 活那么久啊 如果没有修行 那就太痛苦了 修行才会活得快乐 净土人间 存乐无苦 长寿无疾病 没人犯罪 无法无灾 生活便利 不惜营生 衣食都可以直接从大地起得 没有忧愁 所以我们讲人间净土的实现 这个地方虽然是说 经过大灾结刷洗 终于来到人间净土 当然大灾结是很可怕 人间净土是非常美好 人类是不是一定要经过 一个可怕的灾结 刷洗之后才能进入人间净土 那我觉得 米日经跟我们规划的 是两套 就看我们的努力够不够 如果够也可以直接进入人间净土 努力不够 很可能大灾结会来刷洗 我们所不希望的 那种大灾结 刷洗完后就进入人间净土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的第七堂课 刚好它是一个段落 就把人间净土就带出来了 然后第八堂课 它是从头到尾 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 它就是最后的收尾 收缘 米日真经其实到这里 就是人间净土实现了 那其实好像就结束 其实不然 后面还有一段 好那我们下一次 好那我们下次会再来谈 好那我们下一次 会再来谈 好那我们下一次会再来谈